消防局为了加强住宅活景救援还有社区应变能力 111年社区治安研习观摩活动中 消防局第二大队规划社区民宅灾害抢救演练 中校新村社区民众共同参加演练过程逼真 模拟民众因为主犯不小心导致火灾事故 社区巡守队巡逻发现之后 立即启动自卫消防编组进行任务分工 灭火组应无法控制火灾 再次回报给119 请消防人员紧速到场协助 县府111年社区治安研习观摩活动 中校社区还有消防局金沙消防分队 合力进行住宅活景抢救 以及逃生演练 模拟民众受困民宅中和一名消防人员 在救援过程中因为火场环境严峻而受伤受困 那我们今天消防局配合警察局在中校社区 办理一个全线社区治安官模演练 那我们这边去勤定假设住宅发生火警 那有两名民众受困在屋内 那通报消防队之后 首先他们社区先启动自卫消防编组 那立即通报消防局 那他们人员也做初步的一个抢救 那在初期抢救失败之后由消防力介入 那在介入过程中顺利的将民众救出 但是同时有一名消防同员在现场受困 那消防局立刻启动RIT救援小组 顺利的将人员救出 那我们在此也呼吁民众 在住家时最常发生火灾的地点是在厨房 尤其近期都有非常多起的案件 是因为厨房催事不慎 导致災害的发生 那也呼吁大家要做好人离火席的动作 避免汗事发生 这回的演练过程全部仰赖消防人员 平时精实训练和社区自卫消防编组 第一时间应变得宜 使得在演练救灾现场 可以顺利完成救援任务 过程逼真或在场人员一致好评 哦 员一旦 谢谢大家